然後他就過來過我 我就開玩笑 再說類似 滾 然後他真的被他滾 很少碰到的一層好像沒有幾次對不對 沒有幾次 但是我們在現場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聊 然後也 雖然沒有聊到很深 但是大家都沒有那個閣合在裡面 然後烈哥很久都看過他的戲 只是我不知道烈哥已經是唱歌的 所以我被人家罵了 你不知道唱歌他已經紅過那個 所以你該不會唱歌了吧 有去瞭解一下 有有有 所以其實很不好意思 烈哥很好非常好 然後跟年輕的也是 還有宜君 宜君 因為我不知道他 我們的那個年紀相差是多少 然後第一天我自己叫宜君結 叫我宜君就好了 他跟我說的一句話是滾 唉 森哥好兇 你們是 蛤 這個滾 你看金鐘移地大樓正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很多戲在這劇裡面很多都跟他們兩位 所以為了就是 不要讓他們有 有任何緊繃的壓力 我都會用這種方式來 來跟他們 也不是鬧 就是大家拉的近一點點 就是用比較年輕的方式 甚至沒關係來不及了 真的 不是 因為現在那種態度大樓 我跟他還以為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那個法庭 法庭後面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玩 我就開玩笑 再說一次滾 然後他真的真的滾 他真的滾啊 而且他滾得蠻好的 因為之前順哥其實不是在台灣 所以我們第一次見面其實是 網路上 就是視訊 對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次見到他 他其實我就完全沒有壓力了 因為他第一天就敢跟我開玩笑 第二天就叫我滾 是你敢跟我開玩笑嗎 哈哈哈 我覺得最最最最最敢玩的就是他 他他就很激渣啊 就一直講話跟他戲裡面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我才會發生那個 你滾 哈哈哈 那個笑話 他就是發自內心的 一直叫我滾 對然後其實現場就是跟大家都 好啦我是比較活潑啦 我承認 對但是 他們也很活潑啊 對 對 對吧 尤其是大粗 哪有 我心裡面不太順利 哈哈哈 對 因為其實很緊張 我沒有 因為像以前的床戲都很含蓄啦 就可能湊上去就往後一倒就出去了啊 對 或者是鏡頭就越拉越遠之後呢 就借個位子其實就沒有看見什麼 那因為現在不可能再用這種方式去呈現嘛 那所以就是真的就是你要裸露的地方也比較多 然後你要有動作你要有聲音就很可怕 然後 對 然後我就那天我拍我還帶了一個小酒瓶在身上 然後晚上放飯的時候就趕快拿出來灌灌灌灌灌 我想把人灌的慢一點之後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結果就灌灌灌灌完之後就發現到酒瓶怎麼忽然間變好了 你的注意力就越來越集中越來越集中 你知道嗎 就覺得啊完蛋了我死了我死了 對然後後來就只能就一不做二不休就這樣子 只能把那個你的靈魂跟你的身體就先暫時分離開來 就這樣子 對 對 有啊有恩基很多次啊 因為 因為 很熟練沒有啦 可能要等到再跟寶居再試過一兩次以後 才會比較熟練 對 完了完了 稍微現在開始在講 哈哈哈哈 第二次要怎麼寫